可是在戴老板那儿 也总得有个交代吧 这样 回头我让周海潮 写个结案报告 就说人呢是日跌杀的 上周电讯科的小蒋 被杀不是也没找到凶手吗 咱们就说呀 是同一伙人干的 回头呢 我跟你一块去呀 向戴老板做个汇报 就说萧正国受伤后 脑子受到了影响 有些事呢 想不起来了 要不是这样 周海潮也不会怀疑他 所以 整件事情就是个误会 可不能让戴局长 认为咱们二处管理无方 瞎搞内讯 报告 警察 官主 我已经一上液体的 化验报告出来了 是屋头检 你出去吧 是 结了吧 就按你说的 结了 是 可这两人 成天这么斗来斗去的 那您的意思是 这件事结了之后 就把周海潮调去中共科 免得他们俩成天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闹心 那是顶 阮斯敏的职位 当中共科长 不 平调 副科长 这人要生得太快 就会觉得自己很有本事 不仅会遭别人的记痕 而且 再跟头摔死 都不知道是谁下的伴 老飞啊 咱们在机关里混的 你懂的 对吧 你 让子清了字 这事就完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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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